之前呢 伊朗队分配在1968年 1972年 1972年 三次获得过亚洲杯的冠军 加倍队是在84年 88年 96年 也是三次获得亚洲杯的冠军 日本队 本来是亚洲杯的三次冠军得主 现在日本队 在亚洲台是独领风筝 他们成为了第一个四冠王 首先上场领奖的是 他们的队长长谷不成 他都会叫联赛的冠军 亚洲联赛的冠军 得甲联赛的冠军 现在他又收获了亚洲杯的冠军 长谷乐东 是日本队在本届 比赛上发挥最为稳定 最为初赛的一名球员 今天的比赛正是他助攻李东城 得分 而且他是新打的冠军 之后又改打冰前位 在两个位置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传军有四 小组赛的表现有起伏 四分之一比赛对卡塔尔 还丢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任意球 但是他在观念的时刻 及时地找回了状态 看决赛和决赛的发挥 堪称完美 应该说 正是由于有了他的出色的发挥 才让日本队最终站在了最高的领奖台上 李东城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在本届的比赛当中也犯了一些错误 但今天的比赛 他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本能央获得了本届要的比赛的最后价值球员 称号 在同届要的比赛当中 他打进了日本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的 第一千个入球 刚齐胜斯 在本届比赛当中打进了三个球 他是由替补一点一点的成为主力 而且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他有机会完成得分的 一次非常精彩的门前强点的甩球攻击 球顶偏了 不过在压着队之后 刚齐胜斯已经可以 表达到德甲的斯加特踢球了 严谨奈述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替补出场 很好的完成了工作 当然也有一次被克雷尔的突破 但是随后他没有再犯错 一位亚言 在对卡塔尔的比赛当中 估计的球队最胜一球 请阵队 在本届比赛上也打进了三个球 特别是对韩国队的安平的那个球 非常的关键 加特别是对韩国队最胜一球 欧队斯等 一批的一甲的球队 但是做国家队的独家练 这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带领日本队 在亚洲贵这样的大型赛事里面就获得了冠军 加西罗尼同样稍后 抛松 这算是度过了自己的考察期 接下来他将率领日本队冲击2014年 巴西世界杯预演赛 这是扎切罗尼带来的外交团队 在最近这些届的亚洲杯的比赛当中 率队获得冠军的基本上都是外籍教练 率领的球队 外籍教练在亚洲杯上的这种表现 再次提醒了中国足球 一定要注意走出去请进来 只有不断的学习 才能够提高我们的足球水平 颁奖环节的最高传呢 将会是由亚洲联的主席宝汤曼 将亚洲杯的冠军奖杯 授予日本队 二十七岁的穿戴泳四 这就是亚洲杯 成果不成 来到了北汉曼面前 比赛已经结束了 但举杯时刻 仍然是亚洲杯的一个科普 受一个完美的句话 谈谈不成 拒绝了亚洲杯 日本队第四次 在亚洲封顶 在这种一个日本足球的翻戴时刻 亚洲足球的翻戴时刻 通戴足球 必须要 认真地思考 我们今晚能够在哪里 我们应该怎么办了 好了 观众们们 看起来 明镇 准备 词 我 很 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